第三个内容 求积分 我们在基础阶段给大家讲过了四大基本积分法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要捋一捋这个解题的思路 到了考场上会出现什么题 主要是以下四种考题 例题一 见到一个复杂积分 大家注意啊 这个我讲旁边有画一人 你们讲一讲画画一个图片 太严肃了 不好 活泼一点 小漫画你们都认识这个人 普京是我们不谈政治人物 但普京有个特点 会抓主要矛盾 他当然比不上我们的最高领导人 但是的话这个人已经很了不起了 很了不起了 这个我会抓主要矛盾 跟乌克兰打仗 打架什么 把天然气力掐掉了 所以要七寸 要抓主要矛盾 中国搞美国 先把你农民的事给你搞了 对不对 后面我们还有事情呢 还有很多牌可以打 一定要理性一点 你不要像这个混蛋总统 特朗普 他确实是个大嘴 就这个人呢 你看到没有 美国政治确实 我不想瞎说 如果一个人 不是经历过 像我们的习主席 经历过几十年的 这种从政的经验 从基层一步步做起来 他没有一个成熟的 没有一个负责任的 一个态度 去做所有决策的话 像这种人就会随便瞎说 对吧 他觉得跟你吵架似的 我搞你五百亿 你敢马上搞五百亿 我搞你一千亿 这不就是玩吗 这不胡扯吗 就要不要咱俩吵架了 我一冲动 喊人一千亿 我告诉你 中国要有这样的领导人 那中国领导人会喊 我给你来个两千亿 你敢搞吗 你敢搞吗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 你们其实看得很清楚 现在就是在吵架 凡是虚张声势的 通通不会真干 真干的人 不会跟你吵架 不会跟你吵大 我直接就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我真想争你关税 我就直接 什么六十天有效期 明天开始加税 什么都不说话 不要说话 那才是真干的 对不对 你现在美国航母又来了 到南海来了 来就是玩的 真有本事就直接打了 谁跟你来的 还很巡逻 还在转绕 不可能的 他再傻 他也懂得 轻重 吵架 不敢动手 跟动手的人 是不会跟你吵的 对不对 就这个道理 说哪去了 普京 我们谈普京 抓主要矛盾 我们也要抓主要矛盾 寻找复杂的主要部分 这个我们在基础界呢 就讲过了 拿到一个复杂的函数 先抓主要矛盾 各位 这里谁对复杂 是不是在根号里面的分子 对不对 讲这个吓人 记住 解决方法 如果要凑为文法 我们的基本思路是 拿到复杂的主要部分 对复杂的主要部分 求导 立即推 凑为文 这就是第一步 解题思路 凑为文 这应该属于 凑为文法中 最难的题目类型了 如果他敢出 那么你这个解题思路 就可以靠得上 我说 这是算困难的 是困难的 简单的话 大家直接可以看得出来的 那就算了 这复杂的呢 是这样做 对复杂的主要部分 求导 凑为文 好 我们来实施一下 这个工作 这个记号了吧 记号我就擦掉了 对复杂的主要部分 求导 让我凑为文 那我们来 操作一下这个过程 操作一下这个过程 那就说 拿到Loin X加 根号 1加X平方 在基本求导公式表里 有这个的 这个求导等于几 根号下 1加X平方分之一 有人说 老师你怎么算这么快 答 什么算过了 就是基本公式 不许算 你说对不对 这个不许算 这是一个基本求导公式表里的 你这个东西考场上 你还单独算 那你肯定落后于别人 落后于别人 好了 求导之后 大家告诉我 这一瓶是什么意思来的 是不是叫 D比DX 是啊 不是 总算一瓶是D比DX 所以错一分成功 怎么错一分成功呢 我们把这DX给它去掉了 是不是把DX 是不是乘到这去了 好 大家直接来看 你相当于是 你相当于是把黑笔写的整个这一组 这一堆 是不是扔到后面去了 扔到后面是不是就变成了这个 这就叫凑微分法 把贝基函数中的一部分 扔到微分符号地后面去 凑微分 懂了吗 错一分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寻找主要部分 求导之后在写呢 因为这个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要逆向思维 写完之后倒回来 对不对 就有了 所以大家现在寻找 这个你既然写到这一步了 我觉得这个就有了 那么I就等于积分 各位 你来给我寻找一下 整个背景函数链 这一块在哪里 有没有 有 是不是在分母上 很好 是不是就根号下 1加X方分支这DX 各位是不是在这 听懂了吧 所以你就要实时把这个分母 是不是给他们拿后面去了 就跟这个一样了 就跟这个一样了 那分子是不是照烧不要动 根号下Loin X加根号1加X平方 懂了吧 好 那这样它就等于积分 把它往后一放 根号下Loin X加根号1加X的平方 看到没大家 D什么 是不是D这个了 DLoin X加根号1加X的平方 这就叫凑微分法 其实啊 凑微分法在我们的教材里 是不是给它一个另外一个称呼 叫第一类换源法 有听到有印象吗 你如果没看书 我说给你听 我们为什么不太爱把它叫做第一类换源法 因为接下来这个换源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是吧 你知道它怎么换的吗 是不是令整个这一块是等于U 所以变成积分 根号U底U 是吧 是吧 我们是不写这个 大家不要去写这个东西 这正是因为呢 书少为了让大家 让初学者 看他懂 所以令 整个这一块 令成 令整个这一块 令成U 所以称其为叫换源法 明白了吧 可是我们不要换 大家直接写答案 这还能看不出来吗 你整个把它当成狗看 对吧 积分根号狗低狗 等于什么 等于三分之二倍的狗的二分之三次方 是不是大家 二分之三次方 就可以了 别忘了加那个最后C 你不领积分 要加那个C 所以实际上来讲 这个是不需要的 故我们不称其为 以后不称其为第一类换源法 我们就把它叫错误一类法 只要不换源 各位记住一点 只要不换源 这个换到定积分那 它的上下线也不要动的 对不对 换源才换线 你不换源就不需要换线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便之处 对了吧 你想想看 你要带着上线线AB 你要换成这U了 是不是还得再换上线 很麻烦的 所以不要换这个东西 我们直接可以算出这个答案来 带上线线就可以了 这个是第一种 我们也讲了很多了 这不再重复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考谍 是真正的换源法 立条 这是换源法 你看我这个 整个题目的思路 我想这个说的是比较清楚的 如果凑文法 是效 我这个题目是连起来的 咱们基础班是这样讲的 先讲基本积分表 然后带着大家一种一种方法 拆开了讲 是吧 你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你就要把那个基础 把它揉起来 揉起来 你会凑文吗 会了 所以拿到题目第一步 先看 我先看什么 先看对积分的表达式 是不是复杂 是吧 如果复杂 拎出主要矛盾 擒贼先擒王 拎出来 给他一巴掌 对不对 看是否能凑文 听懂意思吗 如果这个方法奏效 好成功 归功于普京 这个思想 如果你拎出来 发现不行 就凑文法实效 为什么这个实效 各位 你告诉这里复杂的是谁 是不是这一块 但你发现没有 你对他求导的时候 得不到剩余部分吗 不可能的 你求导之后 不可能剩余部分 所以你无法凑文 这个时候 转而对复杂部分 做换源处理 这时候才是真正的换源法 我们称其为叫 微观换源法 我给他写的名字 这是解题经验 就是说 你对局部做手术 局部操作 把局部复杂 通过换源 把它变简单 那各位 您自然就应该有远见 既有 既然有微观换源 就会有什么 宏观换源 这个等会再说 大人物最后出场 等会再说 这个例题二 是微观换源法 比如说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一块根号 根上无数度 这一块根号 是不是可以直接写成 根号下 二的平方 减去 二X减一的平方 来写了写了 是不是这个 于是我考虑 什么换源了 是不是我们在 技术间上讲的 三角代换 这是非常典型的换源法 是吧 凡是遇到根号 里面有平方差 平方合 是不是大家想 三角代换 听懂没 你要善于去发现 解题的突破口 那么到此为止 你应该想到两点了 如果拿一题目 特别复杂 回答我 第一个是不是 对那个复杂的求导 读思路 听懂没 这个思路 屡适不爽 肯定是正确的 你求导之后 如果成功 那就错尾分了 如果不成功 我们把折腾折腾 看能不能换源 对了吧 如果这一步也不行 咱们再走 最后的杀手锏 等会再刷 好 现在行了 请问大家 这里是不是 这样子根号下 A方减去X方的 这种样子 那你说 这里的这样的X 这里是整体的发X 请问这里的X 令成什么 是不是A倍的三一T 这种 固 现在令整个的什么 RX减一 是不是等约 二倍的三一T 听懂没 你要有个整体观 你要有个整体观 对了吧 是这样 二倍三一T 好 这样的话 我的I就等于几分 等下我速度 那么DX等于什么 看好了 这个很简单 对了 做三角代换的时候 大家最好画一三角形 是吧 以利于待会回代 我们不妨把T 看成锐角T 这样的话呢 这对边比斜边 就是2X减一 比上2 是这个吧 正好这个底边是谁 就这个吧 是不是啊 是不是就它 那就这个 就根号下 3加上4X 减去4X方 好 I就等于 大家看得很清楚 两边一起为分 是不是二倍的DX 等于2倍的CosentDT 故DX等于CosentDT 能跟上吗 除以 这个很简单了 2X加1 这是2X减一 那么是不是差个2 故这边是不是写成 2倍的3T加2 所以写成2倍的3T括号 加1 同意吗 同意了 再乘以什么 这个就我目的 不就把它搞简单吗 大家想 2的平方 减去2的平方 3T方 是不是变成2的平方CosentD方 开根号是 2倍的CosentD 对了吧 你不理我 是吗 是吗 是 我们说了 在换员当中 这个 由于是不理积分 你是不要考虑 绝对值得问题 是吧 好 这样的话呢 CosentCosentD 约掉了 这样的话 把谁提出来 1四分之一 积分 是不是剩下一个 1加上3T分之1 DT 对吧 大家 你看到了一个 什么形状呢 大家是不是看到了 一个正三角形 我们讲过吧 见到正三角形 是不是想改道三角形 这个思路有的 我说在任何计算当中 都不喜欢正三角形 那怎么改成道三角形 把分子变宽 把分母变窄 是这样吧 大家 所以的话来讲的话呢 大家看啊 我这个就擦掉了啊 我们往上写 它就等于 同学们 是不是分子分母 同时乘了谁 1减3T吧 这样的话呢 底下是1加3T 乘1减3T 是不是叫1减3T方 1减3T方 剩谁 Cosent方DT 各位 这是不是改成了 道三角形 注意这个思路啊 这个思路还是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 好 继续来 这样的话的话来 写到这一步了啊 都能跟上吧 咱们一步一步说啊 那接下来就等于 这个就好办了 四分之一 你把它拆开了 第一项是积分 Cosent T的 Cosent平方分之一 是不是Sign方 Sign方的原汉数 是不是就是猜1个T了 所以这个 待会直接写公式了啊 Sign方DT 减去积分 剩下这个叫 Cosent方分之 SignTDT 这个也很简单 这是不是就凑微分了 因为你看 真简单凑微分就不啰嗦了 SignT往后放 是不是D-Cosent 对了吧 所以这样算出来 等于 这块说过了 是TanentT 这原汉数是吧 四分之一 TanentT 然后后面这个人呢 注意啊 你往后一放 是D-Cosent Cosent T 是不是叫D-U 那负负得正 是不是写加号 但你注意啊 是积分 那就变成积分 Cosent方分之DU 是这个吧 Cosent方分之D Cosent嘛 错误分吧 所以U方分之一的积分 是不是叫负U分之一 所以这个加号又改成什么了 减号 所以是负U分之一 对了吧 这样写的 这样写的 做好了没有 没有 别忘了啊 换源要回代 你看这跟刚才利益不一样吧 我再说一遍 不要把凑文法当作换源法 因为那个很麻烦的 你换了源还得回代 还得带上一线等等 是不是 能不换源就不换源 这是没有办法 必须换源 故 那么你必须换源的时候 大家看三角形了 它就等于 注意这个词啊 一定不要忘记了 回代 也不要忘记回代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等于四分之一倍的 跟上我说的啊 Tanj的是几 Tanj的D 是不是正好说对边比底边 是2X-1 除以根号下 3加4X-4X 是吧大家 然后减去Cosent分之一 大到Cosent 也就是Sign 到处Sign Sign 你这个无所谓 你知不知道 就是斜边比底边吧 对不对 实际上只要再减个结 是不是减2就行了 做完了 看怎么样 对吧 它的分母是一样的 分母是一样的 减1再减2 不减3吗 是吧 这种考题啊 这种考题啊 也是考研过程 计算过程当中的一个重点啊 重点 你要学会局部换员法 就是微观换员法 凡是出现一个小的部分 出现毛病了 这个特别复杂 求导 导不动它 换员 对了吧 这个啊 就是具体工作者干的事情 我们要到了最高层次啊 到高层次啊 最高领导人 如果这两个都不行了 就比如说 你给他一巴掌挑到 凑不了为分 然后这个局部啊 你想局部 想局部换员 做不到 最高领导人 这样干一看 叫宏观换员法 请看立体三 那这边来了吗 接下来就出现一个 这个压熟的啊 压熟的 毛主席 伟大的主席啊 来 来 来 毛主席啊 对吧 这气势啊 最高领导人干什么事啊 大拨一挥 你不知道具体的 你要普京干活 什么求导 凑为分 然后换员 什么三脚带换 这都干具体活的人 所以你还不叫最高领导人 最高领导人 拿个具体干活的 对不对 你们辛苦了 干活去 对不对 我见他串通过来的 我见他串通过来的 神州飞船啊 发射啊 中国的航天 最高领导人 你看先 胡主席 就是 一定 重要指示上 一定要成功 他不能跟你拧螺丝架 对不对 好 经过科技工作者的 一代又一代 分离拼搏 成功了 发射了 电话打过去 你们辛苦了 最高领导人 不能干活的 人家这么干活 对不对 懂没有 这种最高领导人 是有叫 举重若轻 记住这个话 举重若轻 不是开玩笑 在中国的事情 在他看来 不值一提 这样才能做一把手 你一个企业也是如此 你一个国家是这样 你一个企业 一定也是如此 你要想当一把手 这个各位啊 我觉得啊 这个是天生的 这跟一个人的性格 是有关系的 性格是改变不了的 你到底是干具体活的人 你还是做领导人 这不是注定的 你不说我这个人 我是性格里 没有举重若轻 我这个人看着 我这个性格叫 举轻若轻 举轻若轻 什么意思呢 再小的事情 在我看来都很重要 你是做具体工作的人 是不是 所以我只能干具体工作 具体工作做得好 也能做到极致啊 不代表做具体工作的人 就不可以做得很好 对不对 不是只有领导才能做得好 但是有些人 就干不了这个具体活 叫举重若轻 多么重要 不实一提 这怎么学数学啊 对不对 当然我意思是不能研究这东西了 但是你做考试的话 大家 比如说以后你们这里啊 出大的董事长 大的集团总裁 各位 你得有这个特质 再大的事 你可不能慌啊 对不对 比如说若干年前 汶川地震 大地震 这对中国来讲是个大事啊 你看胡主席有表情吗 不能有表情 谁有表情 总理有表情 温总理走到前线 看到人民受苦 是不是哭了 你看电视直播 你看到当时整个世界都说 我们党的形象 被中国的总理彻底的改变了 包括欧洲那些人啊 都觉得中国不好 共产党不好 可是你看到我们总理 看到对人民 你们哪个领导人做得到这一点 可是这个形象是谁啊 叫举青若重 人民的事情无小事 总理干这个事 可是这不是一把手啊 你说胡主席能讲吗 两人汶川地震 两人抱头痛哭 这国家就完蛋了 对不对 一定得有一个一把手 坐镇中央 这才是正确的结构 对不对 这才是正确的配合 你们要懂这个道理啊 就像我们想到伟大的毛主席 跟周总理是这样的 你们都知道 毛主席就是大手一挥 谁来办事 总理办事 所以为什么人民爱戴总理 然后敬仰主席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完全不同的 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结构 好 我知道话说完了 懂了没有 举重若轻 举轻若重 我这个每年都讲 这个是不违反原则的 我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讲着讲着讲着 台湾地区 台湾省 前年高考作文 举重若轻 以此为题 写文章 你看我可以猜到 我们一个省的高考作文题 这个跨界 对不对 2019年考研政治 考这个了 考着我这个了 好不好 假装是真的 不是没有猜招过 你们问你以前的学长 学姐 我有一年讲 不幻寡而幻不均 你们政治就考了 你们所有正照都没猜招 我猜招了 因为我是数学方法 我们讲对称性的 你懂吗 轮换对称性 不换寡而换不均 我这个思路正确的 你要有个方法论嘛 对不对 看这水平啊 好了来吧 这次不啰嗦了 时间关系不啰嗦了 举重若轻 是指什么呢 复杂部分 你不是讲得复杂吗 熬主席不干这个事 谁重谁复杂 另成梯 这儿呢 另成梯 你看 举重若轻 就这个意思 再复杂的事情 最高领导人 不值一提 另成梯 做去吧 你们自己做 这就是考题 你看来 看题了 看这个题了啊 这个思路就来了 我用这个方法 来解今年的考验题 你注意要这个 今年的考题啊 这不是2018年吗 把毛主席放边上去啊 看题啊 因为什么啊 因为他的光辉太低 你放这你老看他 所以我们挪走了 挪走就放个旁边啊 等会儿我们再来景仰啊 你心中有毛主席 心中有打手一挥 心中有举重若轻 你就能录实下来 我告诉你 我接下来解法 比考验答案 简单的多 这些十分呢啊 你看我怎么做 你们有标准答案啊 你看看确实不行啊 你这个思路啊 你这个没有这个 这个是吧 这个层次 这个档次啊 好 第一步 咱们先说了啊 第一步说来 这两个是不是不同类型的函数 一个是指数函数 一个是反三角函数 还会背吗 反 对 密 指 三 或者三指都可以 是不是啊 那我按照这个顺序来说呢 谁是求导的 大家就越往前越求导的 对不对 越往后越积分的 是的意思吧 因为什么 因为这是最难积分的 所以选择他求导 是不是分布积分法的基本原则 这个大家在大一的时候 这个背的太熟悉了 这个不用我啰嗦的 是不是啊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 第一步是做分布积分公式 没问题吧 这毕竟是个十分大题啊 所以他的第一步 I等于积分 这个你要不会写 我觉得呢 这个是不合适了 把Arc tangent留下来 因为待会儿要对他什么 求导 是不是待会儿对他求导 我们基础阶段讲过了 我是顺手 要不你忘记了 我再说一遍 你看 积分U底V 是不是等于UV 减去积分VDU 这个人 只要放在积分号里面 下一步是不是就对他动手了 求导 听懂吗 下一步就是对他求导 所以你记住了 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 最先放在这里头的 就是反三角寒手 明白了吗 下一个放在对 如果没有反三角寒手 放的是对着寒手 如果没有对着寒手 放的是明寒手 是这个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 因为下一步要对他动刀子了 给他一把 给他 是对吧 这样 所以就放在这 好 那么是不是这个人就放后面去了 E的2X 放到后面去 这个错误分很简单了 叫什么 DE2X 各位是不是多了个系数啊 是解 二分之一 这么把它写前面去 I等于 二分之一倍的是这个 没问题吧 叫积分UDV 一起背吧 他就等于 UV 是不是二分之一 U乘V E的2X 乘以 二个担计的 根号下 EX-1 减去二分之一的积分 是不是叫V底U 刚才我说的 V底U 就是E的2X 拿前面来 DU 你想想看 是不是二个担计的求导了 一起跟我背 二个担计的U求导 是不是叫 E加上U方分之一 再诚意 说话 还没写完呢 这是符合求导 第一层是不是这玩意儿 所以有一个什么 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 这个E加U方分之一 是吧 再求导 是不是这U求导 就根号求导 是解 是不是叫 二倍根号分之一 是不是这东西 还完了没有 还没有 还一层呢 这根号里面 是不是还有EX-1 还得求导 EX-1求导 还有谁 E的X 看到了吗 应该不离我了 是这三层啊 它是三层啊 这个符合求导 是三层的 对了吧 换解一下 大家看 这个E跟这个E 约掉了吧 算不算 这样的话的话呢 这个EX跟这个EX约掉了吧 所以剩下来的是2 2跟这个2 是变成4 应该不离我 是吧 除以 根号下 EX-1 DEX 对了吧 所以第一步啊 你看我的 这三题的设置 你们默然回首 这个讲义 是自真俱拙 立体一 是不是用错语分为主题 立体二 是不是微观化原法 我立体三的第一步 是不是讲的是 分布集合法 所以我一个方法都不会跑的 一个方法都不会少的 好 仔细听啊 到接下来 是个分水岭 这个考验的标准答案在这儿 同学们 这是不是已经算出来 是不是 接下来是不是算这个人 于是接下来 考验这个题又开始 它就开始折腾了 它接下来的方法 就不是那么 好了 写了一堆 又把一个EX拿后面去 然后的话呢 再加一项 减一项 加一项 然后再拆 拆开之后再分别算 这个就显得有点 是吧 不是那么高级 心中有毛主席 我这个题 其中 你看我的画龙点睛之笔 积分 对于积分 1到2X比上根号下 1到X减1点X 你晓得怎么做吗 请回答我 谁长得复杂 是不是底下那根号的东西 对吧 我先说 普京来了 普京说 给他一巴掌 没用 你不信你求导 凑一分凑不了了 是不是大家 第二 为官换员 你这咋换 你令里面等于替方吗 这怎么做 你是不是想去根号 这个不能去根号的 这个去不了的 其实这时候最高领导人了 然后主席说 举注若清 什么了不得的 什么了不得的 怎么擦掉了 这不能擦掉 然后主席说 举注若清 什么了不得的 不是找到复杂吗 令成梯 来了 这就是解体收入 你看我年年都讲 这可是2018年考题 我考前讲没讲过这个 讲过了 你们见到复杂的 令成梯 这就做了 所以我拿着几 我就这样说的 你看比标准单快多了 你看令根号 看我拉 令根号下 E的X四方减一 等于T 是不是大家 来给我反解出来 请问X等于什么 你这很简单 你曹高纸写什么的 我也无所谓 首先这个一打开 是不是E的X等于一加T方 那么X是不是等于 Loy一加T方 是不是 我这个很好理解的 因为这里面 你最好还写一个 因为待会还要换其他的 是不是E的X等于 E加T方线 然后两边一起取对手 听到东西是吧 于是你说这个积分变成什么了 积分 你看啊 这很简单啊 底下是不是就是一个小T 你就令它为T螺 最复杂的 这变成最简单的是吧 密函数嘛 T的一次方 这是最简单的函数了 分子呢 1到2X 是不是正好是 E加T方的平方啊 太简单了 我希望分子的次数高啊 这个太好约了 再来乘以谁 DX 你说 DX是什么 又是密函数 是不是 多像是 是吧 DX是不是就D它了 DLong T DLong 是不是叫 1加上T方分支 2T DT 你看看 是还不是 全都变成了 每一个局部都是密函数 多像是 这多简单啊 而且你发现没有 约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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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 变成了2倍的积分 1加T方 DT 立即写成了 2 说1的积分 是不是就是T 加上了 下面T方的积分 是不是三分之T的三次方 乘以2 你看 是不是做完了 做完了没有 没有 别忘了什么 回带 你回带一下就是了 这个太简单了 回带 T是谁 根号 所以是2倍的根号 E的X减1 加上三分之二倍的 那么 E的X减1的 三次方 二分之三次方 加C 是不是二分之三次方 这有根号 有根号的 你自己对一下答案 然后把刚才那段 我那一架 听懂我意思吧 就出来了 自己写完它 自己写完它 我就不写了 标准答案 后面的整个的 这个接下来的步骤 写的是稍微 这个 这个 稍微麻烦了一点 不如这样子 速度快 当然你可以自己再去想 速度同归 这种问题都可以解决 有了没有 十分 各位 难不难 不难 你老说这个卷子难 难什么 这就什么好困难的 而且还是理工科考的 你去查一查 这种大题 一般都数学三考 理工科都考这个 你说这个东西 好了 这就说到这里 好不好 接下来 第四一种 叫有理函数的积温 这个我们单独拿一道题 说 这个选自高等数学十八奖 这个我学的是比较简单了 是吧 比较简单了 这个大家会拆吧 会拆的 我们在高等数学十八奖上 专门有这么一个描述 我再把它简单说一下 没有在简单上写 大家打开书 我简单在这说一下 因为这个基础般的 简单是写了这个了 所以我在强化办 就没有再去写的东西 但是再看一下 好吧 再看一下 这个内容在这 这个内容在 一百二十五页 高等数学十八奖 一百二十五页 我在屏幕上 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在一百二十五页 就是一百二十四页底下那块 一百二十四页底下那块 从底下开始 好 大家看一下 一起看书 看屏幕一些 形如基本 PinX比QMXDX 的基本 听好了 只要分子次数低 分母次数高 我们称其为 叫有理函数基本 找到没有 一百二十四页最后一行 其中 PinXQMX 分别是X的N次和M次 这两次 这个不用啰嗦吧 方法 这个我说了 我都讲过了 先将分母做因子分解 是吧大家 把分母做因子分解之后的话 再按照以下的分解原则 将这个有理式 拆成若干 最简有理分式之合 同学们按道理来说 这是中学知识 是吧 但是呢 我们在大学的微积分里面 这个基本学里 是专门要考这个大 所以你一定要学会 一定要学会 第一种 如果分母出现 一重一次因子 比方说 分母出现了 RX加1 是吧大家 这一次方 那么它将展开之后 分解之后 一定会出现一项 也就是以RX加1 作为分母的 上面是带定系数 所以是吧 就不管原来的这个PNX是几了 它只要它有这个因子 那么就会展开项就是一项 如果是K重一次因子 大家可以抬头看这 如果这是二次方 各位是不是叫二重 是几次方 后面就写什么 是不是就得拆开几项 懂得意思吧 是几次方 后面就几项 你比如说这是二次方 我就得按降次 升次都可以 按升次写 就是RX加1的一次方 加上RX加1的二次方 那么上面就是A1 A2 对了吧 就是你是几次方 我拆开到几项 每一项的话呢 按升次排列 分别是一次方二次方 如果你是三次方呢 大家再加一个 就是RX加1的三次方分之A3 那么带定系数会越来越多 是吧大家 这是对于一次因子的表达式 如法炮制 那么如果不是一次二次因子呢 那比如说了 如果底下出现的是 比如说X平方减去5X加3 上面是PX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如果出现一重二次因子 大家注意啊 也产生一项 X平方减5X加3 你主要看它的次数 对不对 它只要是一次 后面是不是就展开一项啊 那么上面写什么 记住啊 上下的次数差 是差一次的 对吧 刚才底下是一次因子 上面是不是常数相 相当于零次吧 现在底下是二次因子 上面写几次啊 一次 所以写成AX加上B 懂了吧 那比如说你是二次方呢 就变成了K重了吧 这是一重啊 就是一次方 那么如果K重二次因子呢 你变成二次方 我是按生次排列 是不是就有两下 这是一次方的 再加上X平方减5X加3的二次方 是意思吧 那么系数的话呢 就变成A1X加B1 A2X加上B2 会了吧 我这写的分析原则 比我们教材上的那种理论化的讨论 要已经简单多了啊 希望大家把它要弄清楚 但是我告诉你 实际考题哪有这么难 对吧 连这个难度都达不到的 比如说你来看书上的这个例题 你看讲义语情啊 实际上看书也无所谓 因为我这个东西 答案呢 我在书上写得很详细 不妨我们就直接看书了 在135页 我就直接在书上 因为这本来就取在书上的一个题 135页 立题7.21 找到了吧 比如说这个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立题了 因为我基础班就讲了 上面的立题7.20 想要我班再讲一个这个7.21 其实啊 就对于这个这种问题啊 他都套路子的 套路子的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分母是x三次方减去x平方 加一次减一是吧 大家告诉我第一步干什么 是不是把分母做因时分解 是吧 这个没问题吧 写成了x减一 乘以x次方加一 那请大家回答我 按照刚才的分解原则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 一重一次因时 故有x减一这项 是不是要分出x减一 分之aj这项 后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个 一重二次因时啊 所以后面要写成一个 一个项 叫做一重二次因时的那项 那么由于底下是平方 上面应该写bx加c 几个带定系数各位 三个是不是叫abc 听到没有啊 然后怎么办呢 你要把这abc定出来 这个不就拆开了吗 是吧 这个时候呢 用带定系数法 大家是不是一通分 同学们是不是啊 看这儿 抬头来看这儿 你看屏幕就可以了啊 这两个一长 通分出来之后 是不是右边就写出 这个东西来了 而左边是不是就是这个x 但同学们看到没有 我这里有一个符号 这是三横看到没 对了 三横代表的是啊 横等 因为同学们想想看 为啥横等啊 因为这个式子 是要拆成这个式子 是吧 他俩不是相等的 说因为某些条件相等 而且他俩是一个东西 是这个意思吧 他是一个人 我拆成那个 而不是说我天外来客 你来一个我来一个 咱俩另其相等 不是这个意思 他本来就是一个人 是不是叫横等 大家数学上是等 比如说x平方等于4 这是有条件的 就是只有x取正半的时候 是不是才等是 可是你说x平方等于x平方 这叫横等式 不管x取什么 他都等 因为他是一个人 对不对 这不一样的 这不一样的 对了吧 那么既然是横等式 大家就有一个 这个非常好的事情了 什么事情的话呢 你可以取x为任意实数 对不对 因为它是无条件成立 x取什么都行 这个话听懂了吧 这就是横等难以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不必要 把它打开之后 再一个一个带定 你用取特殊值的办法 就可以把它搞定 比如说 你要取x得一 大家听啊 这是个小的技巧了 你要取x得一 大家发现 这个是x得一 这样的得零 你又盯着得零 说的啊 当x取一的时候 是不是这块没有了 那大家想 是不是只剩下 x得一 这x得一 是不是就二 一等二 瞬间就把a求出来了 看到没 对了吧 这个方法就快得多了 这方法快得多了 再来 再来 你如果 你在 你在走嘛 下面一个就是 什么呢 你让这个因式得零 是不是不可能了吧 你找简单的 让左边得零 你令x得零啊 你如果令x得零的话 你反正零等于 这里是a已经知道了 是a吧 a乘以1嘛 加上这个 x得零 b怎么消失了 是不是只剩下c了 c乘以负1 是不是叫a减c 那么由于a已经是二红积 c是不是二红积 对不对 然后还有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呢 除了令特殊值之外 大家还要注意一下 比较最高次前面的系数 是不是也常用啊 横等式嘛 你所有相对对你相对的 最高次前面系数 我问大家 是不是这里有个 bx乘x 是不是有个b 是不是有x方 前面是不是还有个x方 所以设计上平方前行的系数 是不是a加b 不理我 然后呢 左边是没有二次方啊 所以它的系数是不是得零 故b是不是等于负a b等于负二分之一 你看是不是算出来的 我专门举了两个题啊 你看一下 上面这个题 是不是基础翻讲的 而且我专门在这写了啊 就如何去做这个工作 大家可以再回看 我就忘记了 可以回看啊 这个 好了 主要是拆啊 大家把abc定下来 之后各位 是不是成功的把这个积分 哎 是不是成功的把这个积分 就拆成了两项啊 接下来我就不啰嗦了 好不好 好处了 你看这个积分是loin嘛 是吧 这后面这个积分 再拆一下啊 变成这两个东西 再加c啊 就做完了 好不好 由于基础阶段 已经对有理函数 做了详细描述 同学们对这种东西啊 要非常的熟练 第二个话题 关于计算的问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 我们要进入 第三大话题 就是应用性问题 以及第四个话题 逻辑退流体 接下来又是两大重点 我们下节课继续讲 下课